Hello,欢迎收看光影说,我是老唐 我们一直都想做一期关于棚内曝光的视频 但是困于自己的灯光比较少 去棚里拍摄也是一笔比较大的费用 所以一直都在犹豫 前两个星期刚好在做上一期DZO 费用惠夢寺1430的广角镜头测评 我也说了,本来准备出去拍风光片 但是疫情出不去 然后我们就打算拍自己的短片 就在这个时候,又是刚好 南光的朋友关注到我们做的节目 找我聊了之后呢,知道我想做这个短片 于是二话不说,直接安排 我DP去景棚看了一次景 根据我们的初步曝光思路 给南光列了一个设备清单 他们一口气把几乎是南光一半的产品 给我们寄了过来 真的是非常感谢能看得起我们这种小团队 这期可能时间偏长 因为我们会先讲一下拿到的是哪些灯 这些不同种类的灯的特性和我们的应用场景 然后再切到现场讲我们的曝光思路 如果不先了解灯 就算拿着灯位图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要把灯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大多数场景是内景日系 而且我想做出高反差的画面风格 所以首先我们就需要一盏功率够大 光照够强的点光源来模拟日光 这盏EVOKE 1200是南光上色的最大功率LED点光源 亮度可以跟1.8K趴灯 或者2.5K菲尼尔偷进低灯 不相上下 只装标准反光照就可以达到 3米18LX左右的光照强度 而我们在这个起初上还加装了FL35菲尼尔调胶头 所以在最小的角度11度的时候 光照亮度可以到6万5千LX左右 因为我们地铁的这个场景窗户还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用到了南光刚推出的新品 Forza 720B 双色温输出功率800W 加上反光照3米照度在8千LX左右 来作为旁边窗户日光的一个补充 同时打亮人物的背部 虽然功率数上比1200听起来小了不少 但实际画面得到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如果也用Evo 1002的话 人物背部可能会过曝 这个时候如果压低光圈 车厢内就不得不加更多的灯来补充亮度 所以720B相对来比较合适 并且我们也用了720B结合36度成像镜头 在病房这场戏中通过切光 模拟了从窗外射进来的日光 然后是这盏650C 刚收到的时候把灯点亮的第一感觉就是 真柔 真亮 真好用 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买这么一个大功率的LED平板灯 没有其他原因就是贵 一直在犹豫 650W的额定功率最高700W 因为它有可调的标准模式和超量模式 色纹从2700到20000 并且可以调整红绿色调 除了各种氧化缭乱的特效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自带的色纸模式 这个可以省掉非常大的一笔色纸开销了 要知道一卷Rascal或者LED色纸也要400500 也不是说国产的色纸不行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 平板灯灯出分布面积大 所以光照面积更大 光线更柔和 我们选择将它放到地铁的另外一面 配合一盏Foza 500 结合柔光旗版 做出相对于入色面更柔的日景散光 接着就是我们的主角 也是我们几个场景里用的最多的PoverTube二代30X 可玩性相比第一代的提升真的不是一点点 色温从2700横快12000 加入了像素特效模式 并且在其他的特效模式上也做了升级 最实用的还是加入了蓝牙连接 和这个磁吸的管夹 摄影师拿到这个磁吸管夹的时候 真的是占不绝口 但当我们兴致勃勃带到拍摄现场 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 发现片场没有一个地方是铁的 当然这并不影响这款二代30X的使用 我们将它放入到了车厢的假灯板层里面 来模拟车厢的顶光 并且在NinLink App里面提前做了灯光编组 用坏灯泡的特效模式拍出了这个画面 最后就是这两个Forza 60和60B 片场并不是全部的都是大功率灯 而这种小灯有着自己独特的用处 就是去做局部的造型打光 拿到这个灯的时候就是有一种 见到小猫小狗的那种感觉 很久没有见到这么轻这么迷迷身材的灯具了 虽然身材小 但是5600的色弯下 加上反光照一米光照容到13LX左右 三米光照1200LX左右 用在人物的尖光或者场景的部分置景曝光也是够用的 再结合这个专配的60成像镜头 也可以去做一些墙面的造型光 但是只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 都这么便携了 为什么不能配970或者VCO的供电方案呢 如果是电池供电 拿着这个便携脚架 真的是DP指哪打哪 这次南光也给我们寄来了9link控制器 配合手机上APP的使用 将所有灯都连接编组 并且提前做好特效预设 也为我们的拍摄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那么在开拍前呢 因为我们有看景 所以提前做好了灯位图 基本上拍摄当天就是照着灯位图 让灯光照着打就行 再稍微的调整一下细节 所以在拍摄之前 能把分镜机位图灯位图都准备充分的话 在拍摄的时候效率真的会提高非常多 好了 说了那么多 那咱们去现场看看 首先里面是用了8根南光的灯管 做一个模拟地铁的顶灯的效果 外面的灯源我们会用一盏灯来打亮窗口 我们出来看一下外面的灯管 这边有一个500 南光500 这一面墙是做一个柔光的效果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灯板灯 它们的650s 这边有一个南光的720 这是它们的新产品 跟这边一个1200 某一个室外的射光 这是它们的控制盒 可以配合手机的软件 连上所有的灯光 我外面用了两个灯 就是一个1200 一个720 然后打到外面做一个阳光 透进办公室的效果 所以就是在狭窄空间的情况下 我们还用这个造型灯筒 模拟一个窗口感 现在有光线的一个 床头 我们还模拟一个 定床的床头灯 用的是一个 台湾灯管 放在30分钟 在影视的拍摄当中 光是敌灯 就分了直射灯 聚光灯 特效灯 回光灯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巫丝 LED 螢光灯管 大家在学习 在不光思维 打光技巧之前 最好是能把不同种类灯的特性 先了解清楚 它的光照方式 级别 亮度 面积大小 功率 以及需要配合哪些附件 就可以达到哪些效果 再去学习那些万金油打光技巧 然后从你的拍摄经验中 总结自己的一套打光逻辑 影视创作是没有规则限制的 但是两三个大灯插到一个插座上 就会烧掉 所以要让自己的知识面和经验 更加的全面 才能更好地去配合你的创作思维 对于南光 其实灯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但是还存在了一些软件上的不足 比如Nanlink这个APP 有时用着用着 灯就断开了 不停使唤了 或者灯管像素特效切换的时候 像素就卡在那了 还存在一定的操作延迟 一顿操作猛入火锅后 灯管才开始执行我 两分钟之前的操作指令 不过这些都是可以通过 固件升级来解决的 希望在新产品爆发的同时 整个生态的建立和维护也不落下 要知道 在片场遇到这种软件问题的话 那分分钟都是在烧钱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不知道南光有没有在开发自己的 不光灯位图工具 在Nanlink加入这个部分的话 肯定是会加分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者发现我们的技术错误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一起交流 一起进步 下期再会